他说我以前是高级知识分子 一提到这名80岁的退休老师 邮局的柜台人员只摇头 因为他们费了好一番功夫 想要阻止老太太被骗钱 但不管他们怎么说 老太太就是不领情 是说他要给他的儿子 然后他儿子是在国外 还没有回来 原来这名退休老师 在家里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 说他的银行账户被盗用 要监管他的存款 尽管这已经是诈骗的老手法 但他还是信以为真 跑到邮局坚持要把钱领出来 以现在的社会来讲 这么一大笔钱 比现金的几率是非常小 所以我们就直接怀疑出 他们这个真的是有问题 老太太一边领钱 诈骗集团还在另一头电话遥控 最后邮局人员讲不动 还找来了当地的警察 里长 还有老太太社区的管委会主委 甚至连他的小孩 都从台北跑回来加入劝说 一群人就这样围在邮局 跟老太太讲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跟我们讲说你放心 反正他要劝我们说你放心 这个钱让他得 绝对不会被人家骗 大家好说歹说 最后好不容易才终于说服他 取消领钱的念头 没有让诈骗集团的老伎俩再次得逞 记者何孟谦 廖宇志 新竹报道 谢谢大家